轰隆隆一声巨响 书架上的书哗啦啦的掉下来 等到平静了下来 四周安静无声 他看看散落一地的书本玩具 呆呆的坐在软绵绵的地毯上 他努力回想刚刚发生的事情 只觉得头有些昏昏的 呆坐了三十秒后 他大叫 糟了 我忘了自己是谁了 他转头看见一本摊在地上的书 书名是正义小超人 正义小超人五个字是彩色的 但是图片却很奇怪 有一块人形的空白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穿着披风的小男孩 他看看图片 再看看自己的身体 又拉拉身上的披风 恍然大悟地说 哦 我从书上掉下来了 该怎么回去原来的世界呢 他用头顶着书本想要钻回去 但是失败了 用脚踩一踩 希望能被书本吸回去 等了几分钟 又失败了 用胶带黏回去呢 还是行不通 弄了半天 再也想不出更好的方法 也许来到这里是有特殊的任务的 如果能够完成任务 应该可以顺利回到原来的世界吧 他在心里默默地想着 好吧 开始执行任务了 于是他迈开大步 走出大门 草地上一群小鸭乱乱跑 他对着小鸭指挥着 你们要排排队 一个接一个 乖乖跟着妈妈走 正义小超人当起交通指挥 匕首画脚 要小鸭子排好队 小鸭看见他的手挥来挥去 好像看懂了也听懂了 自动排成一行 摇摇晃晃地跟着妈妈去找食物 他满意地点点头 又继续去执行下一个任务 今天天气特别好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百合花也开得特别香 蜜蜂嗡嗡飞 忙着采花蜜 他像蜜蜂这样乱乱飞 要是撞在一起一定会受伤的 太危险了 我来提醒他们排排队 这样才安全 他又再次当起指挥 要蜜蜂排队飞行 我是正义小超人 我要保护你们的安全 一个接一个排排队 这样才安全 小蜜蜂忙得不得了 飞过来飞过去 嗡嗡嗡嗡嗡嗡 正义小超人孤零零地站着 大喊了三次 发现蜜蜂完全不理他 心里有些难过 不过他观察这群小蜜蜂 虽然没有排好队 好像也没关系 快要撞在一起的时候 便快速地闪过铜板 看起来很安全 金色的阳光暖暖的 风吹起来凉凉的 好吧 我再想想别的任务吧 正义小超人张开双手 在草地上跑了三圈 披风随着微风飘荡 好微风啊 超人应该会飞吧 他想 为什么自己飞不起来呢 该不会是从书上摔下来的时候 把飞行的能力摔坏了吧 得好好的练习一下 咻咻咻飞啊 就在他跳起来的那一刻 他瞧见了树枝上的亮光 哇 你们的盔甲好漂亮啊 还闪闪发亮呢 两只独角仙斗得正起劲 谁也不让谁 正义小超人的赞美 他们可能没听见 你们为什么不能和平相处呢 打来打去好玩吗 两只独角仙停顿了一下 长长的脚晃了一晃 好像是说不好玩 接着又开始斗了起来 哎呀不要再打了啦 正义小超人摸了摸口袋 赶紧拿出法宝 幸好口袋里藏着果冻 他对着独角仙说 你们是在抢食物吗 我有果冻哦 你们各拿一个 很公平吧 他左手右手同时抓起两只独角仙 认真的告诉他们 打架是不对的 然后把一只放在东边的树枝上 另一只放在西边的树枝上 你们吃饱就去睡觉 不要再打架了 果冻的香气果然厉害 独角仙吃得津津有味 完全忘记刚刚打架的事 正义小超人看着他们吃 自己也好开心 正义小超人的脸蛋被晒得红通通的 他自言自语的说 不知道要完成几个任务 才能回到书本里啊 咻咻咻飞啊飞啊 他飞快的往屋子跑去 经过走廊的时候 突然停下了脚 脚步 小小猫 喵喵 他热情的打招呼 小猫也热情的喵喵叫 回应他 小小猫 你的声音为什么这么虚弱呢 你应该要多吃一些快快长大 喵喵喵 小猫又叫了三声 走廊上放着猫咪专用的点心碗 两个碗里的点心 一个多一个少 正义小超人皱皱眉头说 这样不公平 我来重新分一分 他动起手来 三两下就把碗里的点心公平的分好了 喵喵 大猫走过来 一边走一边叫 喵喵 听得出来 他的声音充满了疑问 为什么今天的点心变少了 正义小超人连忙说 大大猫 小小猫 同样都是猫 所以点心也要一样多 你说对不对 喵喵 喵 大猫哭了 声音好响亮 大猫越哭越伤心 正义小超人抓抓头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 小猫跑过来 靠着大猫的身体给他温暖 喵 大猫的哭声慢慢变小了 聪明的小猫赶紧用猫掌推一推 把两个碗推到一块 喵喵喵 小猫轻轻的叫着 小小猫 你希望和大大猫一起享用点心是吗 小猫点点头 大猫哭得好累 稀里呼噜的把碗里的点心给吃完了 又转头吃掉小猫留给他的点心 正义小超人在旁边看着两只猫咪相亲相爱 快乐吃着点心的模样 忽然他也觉得自己好饿好饿 小猫都有点心吃 那么这家主人会不会留点心给正义小超人呢 他到客厅绕一绕 什么都没有 再到餐厅找一找 果然 餐桌上摆着好吃的布丁 哇 香喷喷的布丁 一定是为正义小超人准备的 太棒了 滑溜溜的布丁一口接一口滑进他的嘴里 香香又甜甜吃得好满足 主人这么善良还帮我准备点心 我得好好的报答他 他动动脑想一想 正义小超人应该要发现一些什么事情吧 没错 打击坏人很重要 刚刚走过门口的时候 发现那里少了一只鞋 他猜想一定是被小狗偷藏起来了 便决定要去把鞋子找出来 然后劝告小狗 下次别再捣蛋了 正义小超人到处找线索 果然在草地上找到遗失的鞋子 夕阳西下的时候 远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影子 影子慢慢的靠近他 无声无息的伸出了双手 然后轻轻的把他抱了起来 你今天是谁呀 声音好温柔 哦妈妈 我今天是正义小超人 妈妈说忙了一下午累不累 太阳快要下山了 你该变回来了吧 小宝贝 正义小超人用力的点点头 安心的趴在妈妈的肩膀上 不到一秒就睡着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